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终被惊醒的女人面对维玉玲的到来发出一声尖叫 手忙脚乱的掩饰着赤裸的身体 你觉得你很过瘾不 你住在我买的东西 现在是所有的一些都是我买的 你觉得你干的很有意思不 我先问你 没地方我还是这家家的女主人 你凭什么睡在这场场上 有这个问题你告诉我 你是怎么样的身份 你不可能说一句没感觉 你说你跟他说一句 你最喜欢的你要跟我把分别 手续挂着赤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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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没有好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的 不是说你实际想叫我回来就叫我回来 把我踢开就踢开 对 不是你这样子做 维玉林屋站在自己熟悉的房间里 曾经温馨的画面还时不时地浮现在脑海之中 八年的夫妻情分 共同经历过的风雨和磨难 现在却硬生生地被眼前的一切击垮了 她大声地指责丈夫的绝情和第三者的无耻 但很显然 回应她的却是两张不以为然的脸 大姐你笑什么呢 你皮肚怎么在那里头 你要怎么在那里头 你说你说什么 你告诉我 别说别说别说 他肯怎么在那里头 他说怎么在那里有问题吗 他现在说我跟你说吗 他没怎么在那里头 他说要说什么 他说要怎么说吗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年载一个女生业专门是一个小商业 你透过了这个底点 我怎么样吗 你不要讲 你说什么东西怎么样 你说什么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